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我们今天 来谈这个 人王 跟这个法王 人王跟法王 这个原因啊 是因为这个西藏王 那个时候啊 是赤松德争的时候 他引请这个联法僧大使 到西藏 去弘扬密教 那么赤松德争王啊 一定要跟联法僧大使见面 这其中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赤松德争王 是人王 联法僧大使啊 是法王 那么见面的时候啊 应该谁要顶礼谁 就产生一个问题 他们是在这个亚鲁藏布江啊 在西藏啊 这个有一条这个江很有名 就亚鲁藏布江 这个侧面啊 这个大家见到了 那么见了面啊 一般来讲啊 在古代啊 你是一个国王 一般人都是要跟国王顶礼 那联法僧大使不同 我们也晓得他是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么联法僧大使啊 他观察 观察这个王 这个西藏王 他本身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现在是佛菩萨 对菩萨 哪一个要敬礼谁 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两个人啊 就是四个眼睛啊 瞪着 看着 不知道谁要敬礼谁 在一般我们一般的世俗人来讲起来 咦 他是国王啊 他是西藏王啊 你任何人碰到王啊 皇帝啊 国王啊 都是要跪下来顶礼的 你说是不是 这个按道理来讲 应该是做 做一般人来讲起来 都是要跟国王跟皇帝 一定要顶礼的 但联法僧大使没有 所以就站着 两个人站在那里 就僵在那里 这个风啊 这个树树的吹啊 那两个人啊 大眼瞪小眼 最后啊 这个西藏王就 跟这个联法僧大使 合掌 这个我们在佛教讲起来 叫Keshu 七手为礼 就合掌 联法僧大使也给 这个赤松 德尊王也合掌 合掌 一进礼 结果他身体 跑出一团佛 飞过去 把那个西藏王的 这个黄袍啊 这个可以讲是龙袍啊 烧了一个脚 按那个时候的意思 是这个样子讲 按照这个联法僧大使的 这个映画史记 是这样子讲 那个联法僧大使 不必要跟这个西藏王回礼的 不用了 不用回礼的 就是受他的这个合掌礼拜就可以了 不用回礼的 因为一回礼的话 就好像是释迦摩尼佛啊 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啊 多跟这个文知事理菩萨这样子啊 好像彼此之间平等 所以他这个衣服 烧了一个脚 表示说 这样子算平等 这个礼数上啊 很难讲得那么清楚 那么我们今天 最主要导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是比较 人王跟法王的问题 人王跟法王的问题 人王啊 你在这个沙婆世界做一个人王 就像国王一样 他有很多的这个土地 有人民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文武大臣 文武大臣 那你要治理国家 治理人民 那么很辛劳 很辛苦 这个是人王 那跟法王比起来呢 法王是什么 法王他本身来讲 他有弟子 有弟子 那么法王本身啊 他得到法 那法王本身 他没有僵义 没有僵义 他的僵义可以讲啊 是无止尽的 是无止尽的 整个沙婆世界都可以讲 无止尽的 不只是沙婆世界 整个宇宙 那法王啊 也不用那么忙 比较有自由之身 一个呢 一个国王啊 应该得到的是有限的 一个法王所得到的是无限的 其实连华生大士 我们读他的印画史记 你要知道 他本身也是人王 他也是这个 一个国家的一个王子 只是他不愿意当人王 他离开 离开以后 他就成了法王 这个王建王 王建王 我们叫王建王 应该是哪一个比较尊贵啊 在我们一般的世俗人眼中看起来 当国王好 当这个皇帝好 但是 在我的眼中看起来 当法王好 当法王 以前也有一个法王 遇到一个国王 那国王说 你是谁啊 那个法王讲 我也是王 他说 看你的样子不像王嘛 因为我的州 旁边啊 有文武百官啊 你只是一个人啊 你是什么王 所以他就讲 这个 大地为床 天为藏 天就是文藏 大地为床 天为藏 和风是散啊 雨是冲凉 下雨啊 是洗澡啊 冲凉啊 那个东南亚的人都懂得冲凉 他们讲冲凉就是洗澡 和风就是散 雨就是冲凉 他还讲啊 他还讲啊 拥抱 星星 他抱着天上的所有的星星 山有无畏 什么是山有无畏啊 生无畏 死无畏 中阴无畏 山有无畏 安民宜家王 这个王是什么王 安民的宜家王 在睡觉 睡得很平安 是相应了宜昼真理的王 叫做安民宜家王 我这个国王一听 哇 原来还有这种王 他还不知道 他叫做安民宜家王 安民宜家王 就是法王啊 应该讲起来啊 这个这样子的法王啊 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这个祭啊 你要记住啊 大地是床 天是藏 和风是散 雨冲凉 拥抱星星啊 山有无畏 你是谁 安民宜家王 以后年龄上司 可以跟人家讲 我是王 你是什么王 安民宜家王 王马来陪美宏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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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